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轻轻地慢慢地再去把形收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哈 这个形它不是一个滚圆的眼球 那这里会鼓起来一点 可以形容成一个角了 它这个地方会更加的转折要明显一些 这里的转折会平缓一些 好到这里注意哈 到这里的转折稍微啊要明显一点 这里会突然凹进了一下 这里凹进了一下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前面有一个眼角凸出来 所以这里有一鼓 这里有一个鼓 这里凹进了一点点 这里又鼓 凹进来鼓出来以后 这里会凹进去 这里又鼓出来 这个细节的形容我们要注意哈 这个眼角呢有一点点的一个尖尖角 不是那么的明显 这是个尖尖角 这就是小猫的特征啊 内眼角会高一些 外眼角会高一些 内眼角会低一些 可以圆起来 圆起来以后把比较重的位置 你看像这个地方 比较重的位置 轻轻的就上一些调子 眼光画好以后 接下来是瞳孔 瞳孔呢 猫的瞳孔是这样子的 你看上面是不太清晰 因为这里会有个投影 它是这样子的 再去重一点 把形做好以后 接下来不着急上色哈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去把高光给做出来 这个时候高光已经是一个灰色了 就不要再说上色了 高光要使劲地把它擦亮 擦白 不过我们也可以留白 但是呢 留白的话 你后面铺色什么的 都会有一点不自由 有点放不开 所以我建议第一变色 还是就只是去擦完就好了 擦完以后这里 提高光的时候 再用橡皮笔去提 没问题啊 这个时候 由于这边颜色是用纸巾擦的 也没有说涂得很重啊 擦出来呢 还是可以达到一个 比较亮的一个状态 擦完以后呢 又用比较尖的笔 把高光的形好好塑造一下 把形塑造精致 这个形千万不能太过于模糊 太模糊的话 这一只猫的眼睛 眼神就不会那么巨神了 就不会那么水汪汪的 就没有那么好看 这个地方是投影 好 下边 对啊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高光 把它先把它围起来 有些大 再给它围小一点 慢慢的哈 因为我是用软碳 软碳是比较黑的笔 去围起来的 如果一不小心把它换没了 那就很尴尬了 再提亮就很难了 好了 差不多这么大可以 把边缘做好以后 中间就涂色就可以拍一点图 好 下边 这里揉擦的时候可以选用纸笔 因为纸笔会比较硬 然后呢纸笔也能做得比较尖 用纸笔去揉呢 能够更加精确地把这个形状给它揉擦出来 由于纸笔比较硬 也能够擦得比较黑一点 所以这里选用纸笔是比较合适的工具 里面再用纸笔呢 往里面再去修行都没关系 慢一点啊 把纸笔当成笔一样的去塑造 塑造高光 塑造高光的形 千万不能及照都已经是塑造阶段了 是不是 慢一点去做 好了 接下来这个底色 这个灰色底色呢 我想用纸巾呢 再去给它揉均匀一下 为什么我用纸巾和纸笔来回切换呢 因为纸巾它比较柔软 擦颜色会擦得更加的均匀一些 所以大面积的柔软的时候 我都选用的是纸巾 而纸笔呢 比较硬 它能擦得比较黑 同时 它也能够擦得更加的精确 像这个纸巾的话 你叠个小尖尖角 它也能擦得比较精确 但是 擦着擦着 它就 模糊了 擦着擦着 它可能就 纸状已经被擦破了 就没那么好用 你看同样 这个纸巾擦过的 它能够很均匀 这块颜色 擦完以后 周围这一圈呢 会有一点点透光 透过来的光 这样 这样 一定要把它的亮色和暗色的色差 拉开 亮色暗色色差拉开了 这个质感就会更强一些 这里呢 这个黑的瞳孔和浅颜色的这一块 会相对比较模糊 不要每个地方都塑造的那么精确 给它揉一下边缘 使得这个黑色和周围的灰色 有一个很自然的衔接 看上去整个眼睛 能够更加的整体一些 画完以后 我再塑造一下这些边缘 慢慢的去处理哈 相信起行啊 慢慢去起行也 大家都能够做出来 上色呢 只要注意深浅程度 也能够完成得很好 对不对 但是细节塑造 就很需要耐心了 一点一点的去做 我尽可能边画边讲 那画面不快进 你就知道 我是怎么慢慢的去处理它的 所以我也是这么很精细 很精致的去画的时候 你们就不要画得太简单 太粗糙了 不然的话 是还原不了这个画面的 这只眼睛呢 就差不多了 要注意这里 这里是一个眼角 但是 这一个圈黑色 是很圆的 是圆起来的 好了 换完以后 我用纸巾 这一张纸巾是比较干净的 把周围呢 再给它揉擦一遍 你看像这些地方 刚刚也是大片大片地揉擦的嘛 对不对 它不是很细腻 这个时候我再来一遍 把颜色揉擦均匀 你看 颜色要均匀 细腻很多 这个就是在做细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来一遍 底色揉擦均匀了 接下来上颜色啊 画线条啊 也都会好看一些 这就是一张精致的画 需要去打磨的地方哈 这个程序 这个过程 必不可少 这种心态 这种认真的状态 也必不可少 你看摩擦均匀了以后 左边和右边 是不是截然不同 这里是相对均匀一点的 这里是相对粗糙一点的 好 均匀一点的这一块 正没有这种 一根一根一根 很明显的纹路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会用一支中探 处理毛发 眼睛 只单画一个眼睛 是很孤立的 就是 它的感觉会没那么强 也不会觉得很好看 光秃秃的一只眼睛在这 那接下来 我要把周围的毛发夹一夹 让这一只眼睛 融合到整只 猫的整个氛围里面 会更好看一点 说了这么多 说白了就是 可以开始往周边去画了啊 要注意 我们每一次换毛发的时候 都有讲过这个问题啊 毛发 都是从眼角这里开始的 你看 你仔细放大圆图也好 然后仔细去看 你自家的猫也好 它毛发都是从这里开始 内眼角开始长 然后慢慢地往旁边梳开 这么梳开的 当然要圆图 可以关注我们的 清语素描的公众号 来找到这一张圆图 网上放图会没那么高清 视频上放图啊 你们又放不大 说不小 所以在公众号上 把图片下载下来 我尽可能传最高清的图片上去 供你们去下载啊 所以这些地方 细节的地方 你们可以放大 放大来看这些小的细节 你能够看得更加真切 当放大以后 这里你看 毛发是从这里炸开 然后慢慢地往后面梳 就当你现在的笔啊 是一把梳子 慢慢地往后面梳 我们排线呢 可以排一些 有弧度的线出来 不要画得太直 因为猫的毛发 它不是说很直很直一根的 它都是带有弧度的 所以跟排线的方式 还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么握笔的方式呢 尽可能像写字一样 那这里用指关节 称在纸面上 然后称写字的状态去画 多练练这种弧度啊 中颜色和浅颜色相交界的地方 得这样 怎么样 你看 画线条的时候 下笔从中颜色的地方下 然后往浅颜色的地方拖 这么拖 这样拖有个好处 就是流出来的线条是尖尖的 它不会很顿 如果是反过来这么画 第一 很容易线头 从这一开始 很容易画成一根很顿的线头 第二 如果你想要克制自己 画得比较尖的线头的话 你就得画得很慢 那效率就不高了 那从重颜色里面往外面拖 也就很快 也能够很大胆地去画 你看 所以这块的线头啊 都是尖尖的 到里面就比较放松了 慢慢地往后面输就行了 注意铅笔一定要尖 你要想你此时此刻画的是毛发 是不是 毛发是很细的 所以铅笔如果说太顿了 太粗了 你表达出来的毛发是没那么细腻的 同时又得尖又得密集 慢慢画慢慢铺开就行了 然后再继续 同样这些灰色和浅色相交界的地方 我都是同样的手法 从外面往里面输 同时输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形 保持这个形 它这里也是有一个弧度 然后这里会比较凹陷进来 然后这里会比较整齐一点下来 注意这个弧度的变化要处理好 不要画得太整齐了 利用这些线头的边边很自然地 把这一个形给它拖出来 这会很好看 其实这边也有一个弧度 那怎么做呢 其实一样的 你看再压一遍就好了 把这一个弧度也要做出来 慢慢地把它从上往下做 这里也找了一遍 这里也找了一遍 不用担心你两方面的线条重叠了怎么办 对吧 好不容易画的毛画的感觉又重叠了怎么办 不用管 其实整个猫的身上毛发本来就重叠了很多 所以不要有这一些无谓的担心 没关系 让它重叠去吧 只要你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画的 它表达出也会有毛发的感觉 这一块呢 我刚刚说了 我擦得比较重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会用橡皮笔来提一提 同样把这个毛发 顺着它的方向 来提提 对不对 橡皮笔呢 它有它的不足的地方就是 你很难说像 碳笔排的一样 有这么明显的毛发的感觉 所以提完以后 我需要再去用笔补一下 补一下这个记忆 轻轻地去输一遍 这里呢 轻轻地可以铺西一点点 就当是画刚刚提的那些浅色毛发的 阴影也好啊 暗部也好啊 这么去追一遍 少量就可以了 它是黑白镶嵌的 接下来就是耳朵 耳朵这一块呢 我会用碳笔 用软碳去画它 最应该的是从边缘开始做 做整齐一点 你看这个边缘的毛发是比较整齐的 画法呢 就跟刚刚这里是一样的哈 你看 周围的形影压出来 用线头去做它的轮廓 多余的颜色啊 笔头啊就擦干净就是了 就不要的就坚决擦干净啊 就一点都不留 从里面往外面提 这样这样这样 长毛的地方呢 我们就要多做变化 就撑齿呀 错落呀 长短呀 多做变化 短毛的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画整齐就行了 就画整齐 稍微偶尔撕出来两根线头就够了 这里算是长毛啊 你看 就给它 做一些小尖尖 这边又是短毛 短毛我们就把它画整齐 但是呢 我们不要这么去画 这么去画这个边就很糟糕了哈 依然啊 要顺着它毛发的伸展方向 用短线条去表达 所以排得很整齐以后 它又有一些线头在这里 就很明显啊 很自然地表达了它的 毛发的质感 里边就可以这么去排线 没问题 这些小细节要注意好啊 所以我揉擦完以后 你看边边上就会有这种 细细的小毛头 这种小毛头感觉起来就很真实了 对不对 我说它是毛发 我相信你也不会说来反驳 对吧 这里呢是长毛 长毛是要怎么样 长毛就是做 撑撑撑错落 你看长长短短 稀稀疏疏 稀疏蜜蜜 对吧 做一些撑撑 这样子会显得更加的自然 所以长毛发和短毛发 它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用上皮笔 同学们看好啊 我们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 去脱它的毛发 你看也可以 这样 然后呢 笔稍微有一点点脏 我们就把它 削掉 再来 干干净净的笔 去处理呢 会更加的直接 处理的更加的快速一些 也不用太多 把几根有代表性的毛 画这么画出来就好了 做猫的长毛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哈 不是越多越好 猫的长毛 它本身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如果说 你看到的都画上去 很容易 很容易就画成张飞一样的 这是一个毛脸胡子 会不好看 会不清秀 所以呢 你把看到的一些 比较明显的表达出来就行了 画完以后呢 我再用中碳啊 从外面往里面再补一些 这么补进来 刚刚是从浅色往深色里面去提的 对不对 现在是从深色往浅色里面画 这样子 就感觉是 从那里面往外面 这样的一个引导 也像是在画白色毛发的暗部 或者说间隔的位置 或者说阴影 才能表达很多的意思 对于呢 黑白相见 这样子做起来 这一块的毛发会很自然 好 再来两个眉毛 就可以了 在刚刚这一回子 我竖着了这个眼睛的这一块 基本上呢 把眼睛的做法 要注意的黑白的相见的点 以及呢 深浅颜色拉开 把高光做更明显 形状更做更精致 然后把用线的方向 毛发的用线的方向 应该怎么去做 我都讲了一遍 那接下来这一边 就只是重复的一个操作了 我就会画得更快一些 讲得更少一点 画得更快一些 还是那句话 希望你们 我每一个步骤 你弄明白了 真正的听懂了 你再往下面去进行 这样会让你的效率更高 不要带着迷惑 带着疑问 然后呢 又没有搞清楚 然后又一直在往后面画 这样很容易你的疑惑 你的疑问 会越来越累积的 越来越多啊 也可以通过后台来问我 如果说我没有说明白的 没有讲明白的地方 你通过后台来问我 或者说评论留言 看到了以后 我就会为你做一些答复 做一些解答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往右边来画 我也不静置 干嘛 看吧 那 我一直在 看 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 这 我一直在